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初因为有了宝贝儿子 让他兴起开设儿童音乐教室 在老婆眼中 蒋三醒对音乐的热爱比什么都还重要 约会啊 其实我们都是在唱片行 然后永远我都是在等他 因为他永远都会迟到 因为他可能是在录音 或者是在工作的时候就忘了时间 然后每次我都要等很久 不想和别人一样 希望让孩子开心玩音乐 蒋三醒的音乐教室可有趣极了 我眼里没有放弃 因为你所定义 我总共写空白的预计 眼睛你全是你 改编刘子谦的念你父子俩现场示范 老师打鼓学生弹琴把书情歌变得好动感 这是蒋三醒特有的教学法 我打鼓然后他们弹钢琴 或是他们打鼓 我跟他们一起互合奏 让他们带领他们那个节奏啊 或者是很 我倒觉得曲子是一个关键 因为有时候选好的曲子 或者他们喜欢的音乐 我想这个是蛮重要的 培养音感节奏性 当初身为老把音乐教室 第一个学生的蒋荣宗 可是得以门声 这样启发式的有趣教学法至今吸引了 包括艺人叶爱玲大百合 以及星光集团吴嘉 伊林音总经理林鸿鸣夫人等 不少企业名人都把孩子送来这儿 当年11岁就发行个人创作专辑的蒋荣宗 写下唱片圈 年纪最小的创作发行记录 现在长大开始玩编曲 制作自己热爱的喊风电子舞曲 而蒋荣宗从小的音乐天赋 让夫妻俩相当惊讶 蒋荣宗的作曲方式 跟爸爸有点不一样 因为爸爸是会有需要乐器 然后就写出好听的歌 可是蒋荣宗的话 他就是纸上作业 他一支笔跟一张纸 他就写出音符 那就做出来了 那爸爸常常就会说 你是不是乱写 那当然因为蒋荣宗 是不服输的那种个性 就说那你弹弹看啊 有一种感觉 有一种多 你多多多多 那都要再高一点 从玩音乐到实地交唱 身为唱片制作人的蒋三醒 从儿子身上看到孩子的五千潜能 想要跟蔡依林 或是跟周杰伦是一样的 那像相对的 当然他们要付出更多的一些心血 或是说更多的努力 我觉得我希望有发现更好的一些新的选手 或是新人 其实我 这是我的目标 墙上满满的作品 都是出自于蒋老师音乐教室 发掘的小小迷日之心 投身儿童音乐市场 这位知名音乐制作人 要用自己的style 栽培更多的后期之秀 这两位亮点人物 里面有一位最重要的 我就觉得她是你们的全员 这个角色 容忠宇来介绍 我们可以把她邀请来 好 妈妈 她很重要 妈妈在你们的生活当中 扮演什么角色 应该是我们的灵魂吧 哇 我们来欢迎灵魂 不行不行 一定要请师父来 欢迎 哇 师父 欢迎 欢迎 哇 师母你好 哇 你是最幸福的 在两位音乐才子当中 嗯 对 某一个程度上很幸福 她们两位时常会PK 每天都在PK 包括今天也在PK 随时逗牛 随时逗牛 服装要匹配 然后音乐也要PK 对不对 身高要PK 还有什么 体重也要PK 减肥 没有你 她们两个不知道 不知道怎么运作了 没有啦 就是 因为一直以来 就是我跟老师 就是我们放蛮多心思在容忠身上 那所以其实我们整个家庭 其实就 充满了音乐 对 那其实 尤其是老师我们刚提到了 不管跟国际级的大师合作 或者在日本那段时间 她花了很多的心思 你看还有 哇这个 华人市场当中 这些一歌一节集的歌者都合作过 但是凡老师会走向教育 就觉得音乐教育这一块领域 是不是你也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推手 因为她跟大师集们合作 竟然要做音乐的这个教育的这种 夫小豆苗的一个情况 是 因为我觉得 其实最主要还是因为 后来我们生了容忠嘛 对 然后 谢谢你 打造了音乐的魔法学员 那我们也有一些想法 那老师以前因为 有一些唱片的这样子的一个背景跟资源 所以后来我们在培育容忠的时候 我们就很希望说 是不是把这些资源 还有一些她以前曾经做过的一些经验 可以给小朋友也有 一样去分享这样的音乐环境这样子 所以后来老师就慢慢的改变 所以你这一位快乐的灵魂 是吗 老师 是 那可以带给我们一些 一些push 就是说要怎么样 但是有时候也会眨眨你一点 老师她 对 很辛苦 但是这样是好的 因为这样有时候会不许我们的一些 更上一层 对 对 老师有时候练音乐会练得 废寝忘食 是… 对 因为老师都不休息 老师都 老师就是从早到晚上都音乐 然后已经要睡觉了 她还要听音乐 没有… 我就要念她 我们说要不要休息一下 因为想说因为现在的 也成立工作室录音室或者是音乐教育这方面 因为我希望给学生们一些舞台 所以希望他们有这种 应该是舞台吧 对吧 因为我们发现现在的小孩子 其实都还满喜欢表现的 然后对音乐也很热爱 可是没有一个舞台让他们好好的发挥 对 所以其实老师跟我们最近就是一直希望推广这一块 打造出这样子 让台湾的这一些热爱音乐的… 孩子们也有机会这样子 对 那包括荣忠也是 荣忠也要加油 对 那因为荣忠从小就在这样一个音乐环境当中长大 那我们电视机前面有很多父母 可能没有… 当然老师真的太喜欢音乐了 也没有这种家庭音乐的背景 是不定我们家也有一个必多分 必多分 师母请问我们怎么要去挖掘 这个小孩子的音乐潜力呢 我觉得父母亲有一个蛮大的重点就是 我觉得小孩子如果要他自动自发的去练 练琴或练习音乐 其实刚开始他可能会愿意 可是之后他可能会想要玩 所以我觉得像我跟老师 对荣忠坦白讲我们都脸哄带片 到现在还是 就要给他一点鼓励 然后让他对音乐这个部分一致还是能持续 对 其实我跟老师常常在想说 有一些小朋友从小 可能就是去比赛 然后都得了很多 可能第一名 永远第一名 可是到大了 如果你对音乐没有坚持 没有那个热情 那就等于一样就没有了 对 所以就是我觉得要坚持下去 OK 所以脸哄带片 脸哄带片 说不定我们家也有个贝多芬 对 有个龙周 小龙王音乐 对 那你的作曲啊 完成的时候 你都是先请爸爸欣赏 还是妈妈 欸这个 这个也要讲一下 除了陪阿嬷看这个韩剧 其实妈妈真的很辛苦 因为我作曲跟爸爸比较不一样 因为爸爸需要乐器 那我不需要乐器的时候 还只笔一张纸 我的纸就会乱丢了 我是用钢琴 还是用一支笔一张纸 就选择 你看爸爸骄傲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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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曲完之后 妈妈就会出来 我做曲的时候 就会先叫她们都走开 不行有人 做出来之后 我就会给妈妈听 听完一遍之后 那一张就会被她收走 不然都是乱丢的 这有浪费的 她的符都乱丢 我就在后面一支收 一支收 我就跟荣宗说 荣宗这很重要 她就 她比较大耳化子 那爸爸是比较细型 那其实 我是细腻啦 我是比较细 对 爸爸比较细 然后因为第一次荣宗作曲的时候 她就拿着笔 然后在纸上就写出音符 那爸爸就不认同 爸爸说 你很偷懒耶 你应该是要在钢琴前面 先把 压和弦 压和弦 那荣宗的作曲方式 其实跟爸爸是就不一样 所以她的音乐神童是你发掘的 你从剪她的谱当中 哇 所以像少女心仪 或者是其他一个谱 都是她在把它给整理起来 不然会遗失掉 这样子 对 就在后面帮她先把它 包管起来 然后爸爸刚开始都是说 她就是做一些儿歌 好像爸爸没有特别注意 然后我跟荣宗就说 好 我哪一天给她一点颜色巧巧 我们哪一天拿一首曲子 让她弹一下 所以就产生了那一首少女心仪 是这样子出来 就爸爸才发现说原来荣宗会做 那歌曲 我觉得蛮感动的 让人听了会感动 所以也蛮像偶像剧的曲子 以后希望如果是有机会 是一个偶像剧的主题曲 然后画面都来了 对 后面一周 画面都来了 对 那荣宗像你啊 在整个创作的一个情形 刚刚特别提到了 不管有时候小故事 阿嬷看连续剧啊 或者是妈妈不让你吃东西 就有这种创作的这个 这个才华出来 那你怎么来看 跟你年纪差不多的小朋友 他们可能不见得像你这么幸福 能够马上就进入这个音乐的殿堂 像妈妈 像爸爸 但是小朋友对音乐的一个 用你的角度 也给我们做家长的 怎么样一个建议吗 我觉得像我年纪的就是同学 就是不管是朋友或什么 我觉得他们 我觉得一颗心就是会 为了去追求梦想 而不会被破坏 对 就是在这个路途中 其实虽然有时候很艰辛 但是我觉得后面的成果 都是很美好的 所以像我的同学 很多人都没有办法坚持 对 然后很生气 就是爸爸要逼我 我明明想要跟同学出去玩 妈妈要逼我 我一定要练多久的琴才能出去 但是很多人就断了他 对音乐的喜好 对 像我的同学或朋友 就可能兴趣跟我不太一样 那我觉得像我 那时候在练音乐 就是大家也都会 比如说去看电影 然后去唱歌 那我好像不太行 就妈妈说 可能要练琴 可能要作曲 其实练琴的时间是花蛮长的 对 所以他自己 不过我觉得重点是小孩自己要愿意 我们虽然说脸红带片 可是他也要愿意才行 要愿意 对 从小就被爸爸妈妈带去学钢琴 然后可能就会学到大概国中 或者是高中的阶段 很容易就停了 因为可能有升学的压力各方面 那停了下来以后 其实通常我们后来发现都是后悔的 我们怎么样 除了脸红带片 真的去挖掘的同时 能够鼓励可不可以做一些例子示范 你所看到的这些家长们的用心 因为要学音乐 带来带去 那花很多心思 然后要让小朋友 一分天才要99分的努力 是 我觉得应该是适当的 当然要给孩子一些鼓励 是说 其实练琴是辛苦 很辛苦 对 可是如果说我们要他 在钢琴上可能练个三个小时 五个小时 可能有点不可能 可是如果我们可以 适当的给他一些鼓励 譬如说他弹完了 那我们来检查 然后觉得他弹得很好 我们要给他言语上的鼓励 或者是也许有些奖品之类的 我觉得让孩子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他今天做这件事 当然除了为了父母亲要求他做以外 他是发自内心他自己想做 其实这个也很重要 我补充一点就是 如果说以学音乐的小孩 他们当然是不会变坏 但是如果说他们 有学到一个瓶颈的时候 我觉得是老师给他什么曲子 或是引他兴趣 这个才是最大的重点 而不是让他走到 弹到国中 突然一个石头在前面 他已经断了这个线 不弹了 我都觉得是给他什么曲子 然后也给他一个 相对说发一个专辑 或是一个唱片的目标 让他们有兴趣 小孩子可能从小就被 爸爸妈妈带去学钢琴 然后可能就会学到大概国中 或者是高中的阶段 很容易就停了 因为可能有升学的压力 各方面 停了下来以后 通常我们后来发现 都是后悔的 因为他到长大以后 他会发现说 其实他很想像别人一样 弹琴 就一个突破 因为钢琴是所谓乐器之母 就是你可以 你会钢琴 你可以作曲 编曲 录音都可以的 那如果你如果没有这钢琴 你只一把吉他 或是一个小提琴 那个东西你录不进去 那个所有的和弦 或是编曲那些 所以 对啊 MIDI音乐 电脑音乐这个东西 以后是 带给人类息息相关的 这个是很大的一个 可以学习 对 好 那我们也在这个时候 再来欣赏一下 两位的创作 今天都是两位的创作 我们也透过音乐 真的这种穿透力 是没有界限的 我们一起来欣赏两位的一个创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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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今天真的是很感谢 非常谢谢 蔣老师师母 还有我们的小龙王 带我们走入这个音乐的一个殿堂 让我们领乐这个音乐的气氛 非常的感谢 谢谢今天的亮点人物你们的到来 谢谢 谢谢 谢谢你们 太精彩了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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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